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两天出差没在家 直接把东西送他家里去了 佟倩没好气的把人批评了一顿 说明天会把东西带回公司还给他 下不为例 回到家 佟倩叹口气 小张送的可不止满满一大箱子车梨子 还有一套大牌护肤品和一套乐膏 更让佟倩无语的是 婆婆居然已经洗上一小把车梨子坐桌边 悠闲地吃起来了 佟倩沉着脸说 人家的东西我也没打算熟 您怎么就吃上了 我还要退回去呢 啊 退 婆婆差点给一颗车梨子掖住 送都送来了 还退什么 又不是什么多贵重的东西 好歹是人家一片心意嘛 妈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您不懂吗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我随便收礼 查出来是要丢饭碗的 到时候没饭吃 这点心意管饱不 哟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手里的多了去了 就你这么爱较真 佟倩没再接查 拿了胶带 准备把车梨子封箱 婆婆眼急手快 迅速冲过来 抢抓了一把 佟倩瞪大眼睛 妈 你这是干嘛 要吃咱不会自己买吗 买什么买 这玩意儿厚贵 还不如买两斤肉 这满满一箱 我抓点 人家也看不出来 佟倩惊呆了 一瞬间 有些失神 尽管已经跟婆婆 一个屋檐下 生活了很久 却还是会冷不丁 被婆婆的 一系列神操作雷道 佟倩是本地姑娘 为了爱情 奋不顾身 嫁给了家境平平的 外来户张端 那时候的她 把感情看得太重 只要浓情蜜意 相爱相依 什么性格 层次 眼界 格局 那都不是问题 直到婚姻 这柄放大镜 把每个人的方方面面 无限放大 在日常的琐碎中暴露出 彼此各种难以想象的丑陋 她才明白 在决定婚姻 是否幸福的众多要素里 爱情 才是排在最末位的 她忍受着婆婆的粗俗 接受了丈夫的无能 承认了自己并不幸福的同时 继续木然的 机械的 在婚姻的狭路上前行着 毕竟 任何的自怨自艺 都是失败者的无病身影 谁承想 最后 却是这一箱子车里子 冲破了她忍耐的极限 撞翻了她一直在努力维系的内心平衡 第一次 让她开始认真思考 这段婚姻 究竟 还有没有存续的必要 佟倩把护肤品 乐高 以及那一箱车里子 退还给了小张 之后 没两天 她便以敏锐的职场嗅觉 闻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比方 那天小张来她办公室送文件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她问小张 有什么问题吗 小张摇摇头 兴兴地走了 比如 她去厕所 原先还挤在洗手台 汪汪盈盈的下属们 忽然戛然而止 佟倩觉得 她退还礼物的做法 合情合理 不至于被人诟病 莫非 这当中 还有什么隐情 可就连婆婆吃掉的 那两小把车里子 她也通过微信 给她转了二十块钱过去了 佟倩甚至还以一份包容之资 安慰她 小张 虽然你这种想法不可取 我也把你的东西退给了你 但只要你认识到错误 下不为例 我是不会对你另眼相待的 所以 你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 佟倩随即留了个心眼 在回办公区 撇到有人 正在姐妹私群里 热聊着什么 她故意把人支走 让她去取一份 很难找到的文件 然后屏住呼吸 按捺住 生平第一次做贼的心虚与慌乱 偷偷点开了电脑 右下角的微信对话框 看到了 那令她惊诧不已的聊天内容 小张 唉 算了吧 那两千块 我实在说不出口 给同经理女儿的红包 她婆婆收的 我又怎么好意思要回来呢 还有那箱车梨子 是从我姐店里拿的 一箱十斤 送回去之后 我姐又过了秤 少了一斤六两 同事A 车梨子现在跪着呢 我昨儿买了 一斤六十五 同事B 我们那儿要便宜点 五十八亿斤 同经理不是说就吃了两小把吗 怎么会少了那么多 同事C 车梨子就算了 一斤六两 也就一百来块钱 那两千块 你还是提一下比较好 同经理要是知道 那两千块钱的事 倒也还好 好歹是个人情 就怕她婆婆没吱声 私自收了 那你这钱不就打了水漂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一个月工资也才那么点 还要付房租水电啥的 要是我 我就直说 同经理既然能把东西退给你 肯定不知道那两千块钱的事 同事D 同经理的婆婆也真是 两千块钱至于吗 难道同经理平时没给她钱花 我听说 同经理的老公家是外地 小县城里的 家境不怎么样 她的收入估计还不到同经理的一半 同经理平时在公司雷厉风行 估计在家里也挺强势的 要不她婆婆能私吞掉这两千块钱 同事A 照你这么说 估计那一斤多车梨子 也是她婆婆扣下来的 可见 这婆婆的日子过得有点苦 连车梨子都吃不上 同经理也是绝了 小张 哎 我真是糊涂 当初就不该送这个礼 惹得同经理不高兴也就算了 还莫名损失了两千块 算了 就当上个月没发奖金吧 反正这口我实在开不了 万一再让同经理难堪 我罪过就更大了 同倩没再往下看 抖着手关掉了聊天框 当晚回家 同倩憋着火 先找女儿问了 女儿挠了挠头 想了半少 说那个姐姐好像是给了个红包 是奶奶收的 多少钱她也不知道 同倩让女儿回房间做作业 憋出来 转头就问婆婆 妈 那两千块钱红包 是你收的吗 婆婆一愣 随即你对皎洁的眼珠子 滴溜溜直转 然后她下有介事地猛拍了一把脑瓜子 哎哟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是 是有个红包 里头有多少钱来着 两千块 这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都没拆开看 你等着哈 我这就去给你拿来 此时 张端的屁股 好像升了窗 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目光闪烁着偷瞄了童倩一眼 又迅速将目光落回到手机屏幕上 不一会儿 婆婆从自己房里拿来了红包 扇扇地递给童倩 笑得七分尴尬 三分讨好 上了年纪 脑子不好使了 我是准备等你回来拿给你 结果忘了 童倩无视婆婆拙劣地演技 沉着脸接过红包 发现红包的开口处 有撕裂的痕迹 小张是个精致的女孩 不会拿个破损的红包来装钱 更像是收到红包的人 急着点数 不小心给扯破的 童倩从张端那故作平静的表情中 看出一丝端倩 极力压制着心头 那蹭蹭上窜的怒火 问她 这事你也知道对吗 张端心虚的脸都红了 李不直气不壮地变白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 她来送礼的时候 我又不在家 她当时是不在家 但后来 她妈跟她抱怨儿媳妇死脑筋 居然把员工送来的东西往回退的时候 一时嘴快 把红包的事突露出来了 她当时确实吃了一惊 问她妈 你干嘛呢 你这么搞 别人还以为是童倩瘫了那两千块钱 说她又当优利呢 再者 人家又不是傻子 那两千块钱的事还能不提 不料 话一出口 就挨了她老妈一顿劈 什么又当优利 我听不懂 我就知道 现成的好处 不要是傻子 她脑子不好 你也跟着犯蠢 那小姑娘 但凡有点眼力见 就不会提这茬 真要提起来 我就说忘了 不就得了 你这个老婆 仗着赚钱多 平时在家里那么强势 什么都得听她的 你做丈夫的连自己老婆都拿捏不住 唯唯诺诺 窝窝闹闹 连累的我都憋屈 张端便在老妈的一顿叨叨下闭了嘴 她不算个妈宝男 但在大是大非上面 一贯直模棱两可的态度 没什么原则 即便心里知道那是错的 也懒得去纠错 人生信条是难得糊涂 得过且过 但是这会儿 她从童倩的表情中 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她有点怕 可是 她有什么办法呢 一边是老妈 一边是老婆 她除了在当中活悉泥 还能咋办 忘了 童倩冷笑 那两千块钱的事 您忘了 厨房袋子里装的车离子 又是怎么回事呢 人家一箱十锦 您拿个袋子 扒了这么多出来 也不跟我说一声 您想吃车离子 让张端给你买呀 家里的开销 我一个人承担了大半 合着 她每月余下来的工资 还不够您吃顿水果 哎呀 童倩啊 话不是这么说 婆婆声音颤抖 一把鼻涕 一把泪 毕生的演技精髓 尽用于此 我给家里省钱 还有错了 你跟张端 前年刚换了这大房子 家底都掏空了 我还能不知道 我不让你们买 还不是体谅你赚钱辛苦吗 您体谅我 您体谅我赚钱辛苦 就不会让我去您女婿那里 买高价材料 同样的大理石 她卖我 比卖给别人贵两成 同款地板 她一瓶 多收了我二十块 还有墙纸 吊顶 哪样她没多收我钱 您心疼小姑子 带孩子再婚 就帮着他们来坑我呢 您这多体谅我呀 婆婆没想到 同倩居然知道这茶 顿时目瞪口呆 没错 同倩早知道了 她一朋友 刚好也在她小姑子那儿 买的材料 也是样样挑的最好的 结果 每样的价格 都比她这个货真价值的自家人 少了那么多 这一番杀手感人肺腑 我那些不用的丝巾 不怎么穿的鞋 您都背着我划了走了 连我妈送来的排骨和土鸡蛋 您哪次不是魅了一半去 您以为我不知道 您觉得我赚钱多 觉得我日子过得比你那可怜的二婚女儿好 变着发搜刮我 我没吭声 因为您是我婆婆 是张端的妈 那点东西 那点钱 我不在乎 我愿意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全当扶贫了 可今儿这两千块钱红包 这一斤六辆车离子 她过不去 同倩大吼 把桌子拍得山响 婆婆吓出了一身冷汗 张端更是惊得一哆嗦 随后 同倩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哭她 百般忍让求全 换来的 却是婆婆的得寸进尺 和丈夫的装聋作哑 母子俩搜刮她的血汗 她且忍了 可她万万不能接受他们 在享受她事业红利的同时 又来扯她事业的后腿 工作是她最后的坚守与执着 是她不容玷污与侵犯的最后一寸净土 是她安身立命的资本和底气 是她枯燥人生中 唯一的新问与笨头 张端在这件事上的末世和纵容 是真正捅穿了她心脏的那把刀 她是把她最珍惜的羽毛 脸皮带肉的 一根根拔了 扎成了鸡毛胆子 留给她一身的触目惊心的血窟窿 她被下属曲解非议又如何 她在公司人设崩塌又如何 那都是她一个人的风雨 与她无关 她原以为 他们再不济 也还是一家人 是由孩子牵拉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直到这一刻才懂得 他们连凑合型的伴侣都算不上 伴侣是与她相伴相随 同舟共济的那个人 可当她一个人顶着狂风 拼命滑奖的时候 她却在忙着拆船 她不是她的伴侣 而是伴侣 伴助她努力前行的脚步 扮导她的信仰与骄傲 同舰决定离婚 为了那区区两千块钱红包 和那一斤六辆的车离子 他们的爱情早已湮灭 他们的婚姻是个空壳 他们是被强行捆绑在一起的陌路人 深境心远 婆婆痛哭 张端叹气 婆婆搞不懂 同舰暴怒的点在哪里 比起前年买装修材料吃的亏 这两千块红包和那点水果 又算得了什么呢 怎么偏就这回忽然动真格的 非要跟张端离呢 平时她总怪张端不硬气 这会儿恨不能拖着张端 跟她一起跪下求她才好 然而张端这回却难得硬起了一回 她沉着脸 气恼地把她妈不敢问的问题问了出来 就为了这两千块钱和那家车离子 你就要跟我离婚 一个舅子再次证明 她们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那件让同倩尴尬难堪到极点的事 在张端看来 不过是一桩无关痛痒 不值一提的破事 也许她们从来就没有同频过 她们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那是不同的人格和心性预设的失败 是不同的格局与三观撞出的破裂 是爱情的烟雾弹迷惑了她们 让她们当初抛开了所有的人性差距 错误地走到了一起 同倩无视了张端的灵魂拷问 跟这种人掰对错 讲原则 扯三观 纯粹浪费口舌 她只是笑笑 在心中告诉自己 是时候 揣开低配猪队友 独自美丽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